谢谢大家的支持 刚刚谁起哄肯定是赚到钱了 其实大家听我们广播应该很有收获 每天今天也来了 差不多我估计都有四五百号人了 其实我经常开玩笑 说我们早晨广播讲完一个股票 当天基本上都要上涨 为什么 大家看看身边的人 是不是都是很有钱的人 这么多人 听完一个股票之后 随便大家买个一万块钱的 一百个人买完就是一百万 对不对 所以说当天呢 既支股票就会有一百万进场 是不是 我们有足够的影响力 对不对 当然开一个玩笑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澳洲两大板块 科技和医疗 一个是买未来 一个是造福人类 对吧 我们投资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子孙后代 对不对 不是什么股票都买 像CROWN这种赌场股票 我就非常不喜欢 你买他的股票 那是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么多人去赌博 多不好 所以呢 我个人的经历啊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呢 澳洲金融协会会员 分散会员 那么背景呢 是数学 所以说数学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呢 计算机 因为要做数据分析 所以说呢 大家买股票啊 可能跟着感觉走啊 有感情的股票 我多买点 我跟股票没有感情 所以说呢 是跟着数据走 那么呢 在广播的时候 大家八点半 都可以听一下 我的导师呢 是摩根斯战利的副总裁 经常跟他打电话 所以说呢 大家除了包括政党方面 那么金融投资方面 大家都可以有问题问我 包括摩根斯战利的内部报告 都可以免费送给大家 但是呢 里面的摩根 谢谢谢谢 里面摩根的这些联系方式啊 我就给他消除掉啊 大家尽量联系我们 别联系他们 好吧 所以说呢 今天的股票内容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CSL COH NANRHC 是医疗板块 我们重点要介绍的 科技股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APT 剩下两个是APX和WTC 那么医药板块啊 它其实呢 是防御类的 对吧 不管有钱没钱啊 大家生病了都要治病 都要花钱买药啊 都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 能够更安全 更保险 所以说呢 医疗啊 是我们长盛不衰的一个话题 另外成长板块呢 就是科技了 未来呢 我相信大家呢 都在座00后有没有 很少啊 没有00后吧 呃 在我认识的00后里面啊 每个人基本上都会编程序啊 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家没有几个会编程序了 对不对 大家谁是IT背景的 有没有 大概有四五个人 那么剩下的人没有IT背景怎么办 我们当他们的老板好不好 我们当股东好不好 最终呢 大家有这么多的钱 如果未来已经来了 我们就要当他的老板 当他的股东啊 让他们帮我们赚钱 所以呢 买股票啊 就是在买企业 那么重点来了 什么样的企业才能赚钱 什么样的企业最赚钱 我们肯定啊 市面上几千家上万家股票 我们不可能都买 对不对 我也没那么多钱买 那么我们要分析了啊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PPT 那么行业 首先不能是西洋行业 对吧 你买了客达相机啊 现在连扎亏的都不剩了 买了资金车啊 你除了摆在家里 不会干别的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呢 公司一定要是垄断的 谁最重要赚钱啊 开奶茶店的 一开始赚钱 当有第一家的时候赚钱 墨尔本现在多少家奶茶店 大家数没数啊 上百家了 有人说上百家了 还赚钱吗 现在啊 有的还是赚 但是呢 远远没有16年15年赚钱来的快 对吧 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初啊 又是一条街啊 CTA一条街上开了十几家奶茶店 怎么赚钱 因为没办法垄断 所以说垄断是最重要的 第三呢 产品和服务啊 是人们必须要用的 什么是必须要用的 电脑必须要用 对不对 医院必须要去看病 那这些呢 你怎么能倒闭 包括我们之前推荐了 COS的股票 为什么要买 你能看得见 TESSA的股票 你在用 那么第四呢 要有核心的竞争力 它要么有技术 要么有团队 要么有品牌 对不对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迈克 他就是GoMarkets的品牌 对不对 大家看见他 就想到GoMarkets 是不是 网红明星 对吧 当然了 他每次做讲座的时候 太太都要倒吵 对不对 为了他出现意外 是不是 下周我工资要少一半了 第五呢 就是要推广到全球市场 不要担心天花板 对不对 澳洲一共才有2000万人 你做2000万人的生意 还要把所有的小孩子 都要考进去 把所有的咱们的长辈 都要考虑进去 才有2000万人 所以说呢 如果一家公司 走不出澳洲 那这家公司 就不值得我们去投资 第六呢 有稳定的现金流 比方说今天没钱 后天有钱 大后天又没钱了 这样的男人 你敢嫁吗 不敢嫁 是不是 你今天跟着他有饭吃 后天他又断粮了 所以说呢 你愿意嫁给他 你妈妈爸爸也不愿意 对不对 所以说买股票也是一样的 你要有稳定的现金流 你不能今天买了这家公司 OK没问题 后天倒闭了 公司都发不出来 所以说呢 医药行业分析呢 我们说啊 你不仅在买医药股票 你还在救人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高大上 是不是 搞得这么有情怀 买股票不是买情怀 但是呢 医药板块比较特殊 你哪怕买一千块钱的 你是在帮助这家医院 你是在帮助这家公司 去开发新的药品 他们是需要钱的 我们作为股东 我们要有极高的道德水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行业是人类一辈子都需要的行业 另外呢 社会永远都尊重 咱们说华人最喜欢干什么 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当医生 当律师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些行业不仅我们尊重 社会上所有人都尊重 这是一个救人既得的行业 另外呢 我们就讲一下抗癌神股CSL 大家在澳洲待了久的这个华人 都知道这家股票 有的人呢 在90多块钱的时候去进场 有些人在100块钱就卖掉 然后150又追 160又卖 170又追 180又卖 就是这样来来回回 也没赚着钱 都给我们创造手艺费了 它的市值呢 是800多亿澳币 适应率是37.6倍 适应率是什么意思呢 在对于一家医药企业来讲的话 适应率在40倍以下都是正常的 甚至在60倍以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科技企业的适应率一般都比较高 传统行业像Wallworth 科技企业的适应率都比较低 因为它增长空间比较稳定 股东呢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加在一起 HSBC JP Morgan 大家都知道吧 世界巨头投行 这两家公司加在一起 占股超过50% 有没有信心对这家公司啊 肯定是非常有信心的 才愿意花这么多钱 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那么另外呢 大家打这些PV啊 这些疫苗啊也好啊 血清啊这些都是来自于这家公司的 所以呢 根据刚刚给大家那张PPT可以看一下 第一呢 它是医药永远的朝阳 永远青春永驻这个行业 第二呢 全球垄断 它这项专利呢 要卖几十年 对不对 那么几十年别的公司啊 做不了这件事情 第三呢 你打疫苗是必须要用的 政府说 你今年啊 你跟这家医疗公司合作 明年不可能再换了 对吧 你不可能像我们去餐厅吃饭一样 今天吃这家 明天吃哪家 你打疫苗 可能大家都认准一个产品去打 那么第四呢 它有全球最顶级的研发 它是成功研发出来这些疫苗 而不是像 我曾经在中国炒股的时候 买过重庆啤酒 大家知道重庆啤酒干过什么事吗 很多人知道是不是 你好好的啤酒不去卖 去搞什么抗癌药品的开发 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啊 重庆啤酒去搞抗癌的技术的研发 所以说呢 澳洲咱们就实打实 你开发疫苗就是做疫苗的 所以呢 它是成功开发出来 所以说技术非常顶尖 最后呢 全球市场 大家看一下澳大利亚 占多少 很少一部分 对不对 那个饼状图 美国占比是最大的 大家知道谁的钱最好赚 老美的钱最好赚 对吧 美帝 非常有钱 所以说呢 发达国家里面 它已经开发了很成熟的美国市场 之后呢 它还是全球500强企业 22000名员工 这些员工都是价值 都是资产 有的公司 比方说这个刘强东 强东哥 东哥最近很不顺 他让快递员呢 干什么事情呢 没有底薪是不是 大家觉得这事对不对 不对 没有底薪 为什么快递员 他不希望给底薪呢 因为这些人呢 在某一段时期 他不再是企业的资产 而是企业的负债 有没有道理 但是这22000名员工 对CSL来讲 全是资产 因为进去的时候 不容易 像我 我说我要跳槽了 麦克同不同意 我不知道 CSL肯定不让我去 对吧 因为我能力不够 所以说呢 这些员工进去之后呢 都是公司的资产 研发占全球营收的10% 中国公司赚的钱都干嘛 都套现了 对吧 老外固定10%以上的比例 要搞科技研发 用于研发的资金呢 26亿美元 我至今长大到现在 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然后人家搞个研发 就扔进去了 随时有可能打水漂 那么研发人员呢 1400名都是顶级的 第四呢 它是全球最受与员工 欢迎的40家企业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GoMarkets 大家非常喜欢在这里做交易 做投资 我们非常喜欢在这里上班 为什么呢 别人给我开两倍的薪水 我不走 三倍 也不走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大家要知道 稳定 第五呢 它的处方药排行全球26 处方药不是它最重要的 但是依旧排行前26 它呢 每年保证两位数的净利润率 所以说呢 这家公司啊 大家呢 要考虑是不是逢低持有 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 叫CHH 全球市场规模4.6亿 它是全球有超过4.6亿的人啊 听力是受损的 那么它呢 做人工耳窝 并且呢 在6月17号 得到了美国药监局的认可 所以说呢 它打开了新的一个美国市场 那么这两家刚刚说的 都是比较大市值的 或者是价格已经比较高了 200块钱 那么我们找下一家CSL 这家公司叫NAN 有没有可能进入 成为下一个CSL 6年啊 涨了10倍 进入目前加速期 它的CEO的经历啊 也看出来了 这个CEO呢 之前是刚刚说的 Cochler出来的 就刚刚做 我的你家公司 做了16年 16年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Global Marketing 全球市场营销 也就是说 他在Coch这家公司 刚刚我们说的 Raw这家Coch 做了16年的 全球市场部总裁 那么现在跳槽到NAN 是不是直接就把 Coch的这些经销商 转到NAN了 对吧 一下子打开了 全世界的市场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 他就会上升期 那么这家公司是做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 一个电影叫生化危机 就是你咬我一口 我就被感染了 你碰我一下 我就被感染了 所以说呢 这家公司是防止交叉感染的 未来呢 我们不敢说 还有没有什么疾病 传染病 那么这些病症呢 大家在检查的时候 这些仪器 很多医院是不换的 比方说 我们经常去体重机 这种仪器 对吧 测什么心脉 脉搏这些 都不会换的 那么这些 在病人不停的接触之后 会不会传染 有这个沾染细菌呢 那么这家公司 就是专门做这个消毒的 他不仅消毒 他还数据可以记录 也就是说 他知道哪个病人 在哪一天 哪一小时 哪一分哪一秒 在哪一个设备 哪一家医院的哪一个设备 是由哪一位医生 帮他治的 如果是出现问题了 他能够直接追溯到源头 这样的一个技术 并且呢 这是上传网络的 他们会有数据库的 潜在市场 所有医院 市场大不大 那么这家公司的产品呢 就像打印机和墨盒的关系 他卖的设备 但是你要用的试纸 你要用的这个 养H2O2的这些药品 都是需要不停的 从这家公司去买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基本上 箭头啊 全是上升的 不管是净利润率啊 还是税后利润率啊 还是销售额啊 都是不停的增长 对吧 百分之几十增长 所以说增长速度非常快 另外呢 他cash和cash的资产价值是多少呢 71个million啊 7000多块现金资产 有钱啊 有现金 这家公司呢 是医院界的麦当劳 RVC啊 全世界开医院 麦当劳在过去40年 涨了200倍 大家都知道麦当劳 但是没有几个人买麦当劳的股票 你买了一辈子啊 养老的时候 就拿着这一个就够了 1万块钱变成200万 非常有吸引力 为什么呢 因为麦当劳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啊 你买你开一家店啊 加盟 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买这家地啊 地价上涨 你也赚钱 所以说呢 你开一家医院就赚一家医院的钱 并且呢 医院是有政府扶持的 但是呢 RSA现在股价比较偏高 是20年涨了35倍 但是长期看的话 价值还是有的 因为他能继续开医院 对吧 麦当劳可能饱和了 但是医院还永远远远没有饱和 大家从澳洲公立医院排队的这个速度就知道了啊 差得远呢 之后是科技股 之前呢 我们一家公司如果是从初放到上市需要10年 比方说阿里巴巴 但是现在呢 拼多多三年上市 对不对 还有这么快手抖音呢 可能一年就可以上市了 为什么 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太快了 10年的事情我现在一年就做了 那么APX是澳洲第一 也可以说可能是啊 全球前三大人工智能开发领域的巨头 他花3亿澳币收购了啊 一家数据巨头公司 收购之后呢 马上就开始印了3亿的股票 所以呢 他始终是保持着充足的现金流 搞研发 那他是做什么的呢 人工智能数据 研发 收集 设计的领域 智能手机 社交媒体 政府 包括政府安全 这都属于垄断 那么云服务和搜索技术 这些都是新东西 这些代表着什么呢 他是最大的垄断流量商 核心技术 这个是我们买股的直接选择 大家看一下2019年 现在还没出财报 但是17年到18年的增长速度 大家英文看不懂 没问题 看右边的图 17年是166.6 revenue 收入 到了18年是364 直接涨了一倍 对不对 澳洲你买股票很容易买 不像国内 随时都有可能被庄稼玩了 那么在澳洲买股票 他的收入涨了一倍 那么股价呢 相应的涨一倍都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他是按照价值投资的理念 那么消费者和市场呢 大家看一下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一家公司发展越好 他的口碑做得越好 他的钱就越多 钱越多 正向循环 他招的人才就越多 市场开发的就越快 研发就越前沿 所以说呢 买企业 买公司股票 咱们要找好的买 别给烂公司当这个托盘的 当街飞刀的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他有强大的现金收入 每年收入 接近一个亿澳币的现金 现金增加等于资产增加 对不对 负债又比较合理 你说他怎么能有风险呢 风险是非常低的 那么有价值的产品 一定是全球的 他在全球呢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北美欧洲 东南亚 中国澳洲 都有分公司 那么 全球市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100万家 全球的一个数据 采集的一个云端 那么他已经是覆盖了超过130个国家 所以说呢 好的产品一定是能走出去的 走出去 他才有希望 这个呢 非常重要 在中国买股票 大家如果是想找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联系 CEO联系 可能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不是董密接的 就是前台接的 各种借口 不让你接电话 但是在澳洲 大家如果想问问题的话 你直接找CEO就行 对不对 所以信息公开透明的公司都是好公司 因为他不怕 不怕你去找他 不怕你去调查他 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底下的持股啊 这几家公司 HSBC JP Morgan CT Corp 基本上占了全部股份的71% 另外呢 就是WTC这家公司 他依旧是满足优质公司的六个要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股价 也是从18年到现在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15块涨到30 基本上数据报表都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不要小看澳洲了 澳洲有两大 除了矿业以外 还有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 在全世界 那么就是医药和这个软件科技 大家知道澳洲多少印度人啊 印度人是不是特别多 对吧 印度人擅长什么 大家用 对吧 想一想都知道 IT软件非常厉害 所以说呢 澳洲的软件全球都是领先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他19年的增长 47%到53% 增长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想买一只股票 未来能有比较高的回报 科技股是首选 另外呢 还是那句话 走出去才行 走不出去 那他就有天花板 他的股价就涨不上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已经走到了全球 最后呢 大家又爱又恨的 after pay 很多人赚得很爽 很多人也亏钱了 亏钱很正常 因为炒股有五本书 大家要看 第一本叫金工学 第二本叫钢铁 是怎样练成的 就大家要有钢铁班的意志 第三本呢 叫佛经 对吧 本来是短线炒一炒 结果被套成长线了 只能佛系了 第四本 大家想一下叫什么 叫高血压 降压大拳 胆战心惊的 第五本叫什么 余华有一本书 非常出名 活着 对了 所以说阿部的会呢 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 上蹿下跳了 大股东 卖出一个亿奥币 股价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直接是跳低 跌幅累计20%了 接近 那么在Blackmore 当时我是 也买入了Blackmore 当时Blackmore股价 30多块钱我就进了 最高大家知道 涨到200块 但是呢 我在60块钱就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CEO 竟然发了一条信息说 我要卖股票 卖股票干什么呢 我要去买游艇 改善生活 这就是澳洲 对吧 你说大股东卖股票 去买游艇 你说咱们能不把股票给卖了吗 肯定也卖呀 结果涨到200块 所以说呢 Afterpay 我们不要看CEO CEO也是人 他也需要拿钱去生活 对吧 要改善生活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看 他自己本身到底能不能涨 那么他的关键的优势 就是低成本 稳定的全球扩张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再简单的两分钟说一下澳币 这个呢 大家听过我网课的都知道 我有一个投资组合的策略 左边呢 政治 央行 经济 影响所有金融产品的三大要素 政治稳定了 澳洲我们刚刚两位 这个也讲了 咱们政治在未来的几年 是非常稳定的 并且是利好澳元 或者利好澳洲经济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么对澳币的影响呢 就上涨100个点 我们打分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两分 是一个概率 那么央行呢 澳洲已经降息了 可能继续降息 澳币会下跌150个点 那么我们给打分 负2.5分 那么经济呢 澳洲现在经济不好 也不是很坏 所以说呢 目前我们给他打分 是负2分 加在一起 我们总结的一个结论就是 澳元依旧比较弱势 但是呢 利空的因素 就比较少了 那么再最后一分钟 说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 我在这个 今天来的路上 还比较郁闷 因为在这件事情 我有点像周瑜的那种感觉 就活生人要被气死了 因为这个我们在 包括我的朋友 可能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个其他方面的事情 可能亏损比较严重 但是呢 在推荐上面 我们还是有非常强的 一个底气的 为什么在3000美金的时候 推荐买入呢 大家看一下底下的图啊 在11月的时候啊 它中间啊 会有一个 向上的凸起 那个凸起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成交量 中国炒股 有一句话 量价其升 对不对 大家再看一下后面啊 上升的速度 是不是非常快 成交量 凸增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三月 对吧 所以说呢 比特币价格从三月份的3000多 几涨到啊 现在的已经是1万多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 涨了三倍多 所以说呢 成交量会看出股价 或者是金融价格变化的啊 一个前提 或者是一个前兆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图啊 目前是3月初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是1万多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GoMarket买股票啊 大家我知道很多 在银行买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也是提供服务和平台 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交易费用的单边 是10澳币啊 买卖都收 银行呢 是19块9毛五 有人问啊 我们是有一个利息 或者是利率的 因为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多 也可以做空 所以说很灵活 我们的每年啊 是4% 做空的话 这个费用呢 是1% 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 就是中文的团队 和中文的分析师 啊 我们在澳洲啊 啊 有1800多家机构合作 所以说机构的报告 包括61Financial 啊 Olicapital 都可以拿啊 我们都是跟他们 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关系 啊 之后呢 即时报价费 这个呢 是CommerceSack收80多块钱 啊 我们收22块钱 这个呢 我们公司不赚 这是交给Issack的 杠杆啊 大家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 我们提供的一般性建议啊 包括股票 包括外汇 金融 其他的产品 全球的啊 大家想问的 都可以问 这些是核心价值 那么沟通方式呢 大家可以微信 对不对 你跟CommerceSack不可能 微信联系吧 对吧 比较困难 是吧 所以说呢 中文团队的优势 在澳洲是极大的 最后给大家打一个机器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近推荐过的股票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时间不长 COS 我可是发了微信的 大家没买 真的不赖我 发了的价格 就是11块一毛五 有没有人收到 举个手 举高点嘛 有有有 确实是有 但是很少 因为大家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没买呀 股票上涨 有三类股票 涨的是最猛的 第一类是什么股票 是别人买的股票 第二类股票是什么 是你刚卖掉的股票 第三类呢 这是你没买的股票 所以这三类股票 涨的是最猛的 Up to Pay呢 虽然到现在 也是有涨幅的 ATX 稳定上涨 LYC呢 也踩狗屎运了 涨了 涨了两波 每一波都是50%的涨幅 接近 所以说到现在呢 从三块跌下来了 依旧是涨幅比较高 BIN呢 我非常看好的一支 但是现在呢 也已经涨了60%了 贝拉美 非常惨 为什么呢 它虽然那天涨了 但是呢 很多人没有卖 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因为中国政治的这个原因 限制奶粉 再加上贸易战 这些我们不能提前知道 所以说呢 目前亏损比较严重 剩下的呢 打仗买什么 买黄金 NCM代表的澳洲黄金 澳洲黄金开发成本 采矿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 NCM的财报公布出来 开采成本只有700多美金 现在黄金价格是多少 1400 它的利润率是全球最高的 剩下的公司 开采成本均价1000到1300美金 所以说 NCM在全球黄金开发商里面 是最有优势的 剩下的就是BTC了 这个我就不多讲 因为个人呢 没有操作好 比较惭愧 所以说呢 这是股票和外汇类的 那么我擅长的领域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外汇类呢 澳元对纽元 我相信大家 这个不陌生啊 这个有没有听过 我推荐澳纽的 举一下手 这个就比较多了 这个非常给力 基本上比较稳定 也是入门级选手 可以去操作的 那么数字货币呢 就是大家适当的参与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最后欢迎大家支持我 支持GoMarks 我们也是非常虔诚的 带大家做好金融投资的 第一步 大家虽然不一定 百分之百赚钱啊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百分之百 能有所收获 另外呢 感谢我们今天的 所有来宾和客户 那么接下来有请 Mike我们的总经理 首期分析师 来讲解他的那一部分 感谢我们的总经理